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23号星期五 亚太时间是2月24号星期六 今天还是要说赵安吉死亡这件事 经过我们的重新梳理分析 再结合网友和朋友的最新爆料 我们可以看出赵安吉死亡的因由和经过 我希望大家一定看到节目的最后 因为今天的重要内容主要都是在后半部分 我们先从网友的一些质疑开始来说起 有一位自称是在香港住了很久的朋友 他在留言中写了长长的一段话 其中写到了这样的一部分 说赵小兰不可能谋杀自己的亲妹妹赵安吉 而中共的特工如果可以渗透进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迈康内尔的私人牧场去谋杀人 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位网友认为赵安吉的死亡是个意外 应该是没有错 还说纵然有很多人希望归咎是中共谋杀赵安吉 但是事实不是 还是说让我们放下阴谋论的猜测和指控 这位朋友的说法还算是理性的了 比其他那些张嘴就骂杰的留言好很多了 所以我就从这位网友的留言这开始说起 来开始今天的话题内容 昨天节目之后 我再次研究了海曼资本创始人卡尔巴斯发的串推 一边分析 一边结合之前媒体爆出的各种讯息 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得出了一些结论 首先更正一下赵安吉出事的具体位置 之前根据媒体爆出急救人员 说前往约翰逊市施耐德100街区去救援 于是我们就按照这个100block找到了这个地址 在地图上看 因为附近是有水塘嘛 也符合之前各种信息的描述 所以我们当时就简单是判断可能这就是乘车之地 但是根据卡尔巴斯说看到了监控视频 认为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些可疑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重新做一些分析 认定事发地是在101号 这个名叫JW Ranch的私人牧场里边 有两个水塘都比较大 网络照片显示淹没车子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几乎可以确定是赵安吉的乘车之地了 根据巴斯这个有监控录像的说法 我们可以推断出监控录像通常是在住房的附近 能够拍摄到乘车过程 说明池塘距离房子也并不远 而101号这个房子旁边是有两个池塘的 如果住房安装了监控 对这两个池塘的情况是都可以拍摄进去的 卡尔巴斯说车子猛烈冲过一个障碍物后进入池塘 这也是一个细节 通过谷歌地图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101号的两个池塘周边都有一圈低矮的建筑 大约是二三十厘米的高度吧 这个高度的建筑车子是可以冲过去的 但是呢冲过去的时候车子会有明显的震荡和晃动 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里更符合卡尔巴斯说的情况 也就是说应该就是赵安吉的乘车之地 那之前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分析呢 有两点原因 第一 要想进入这个牧场必须要经过一道大门 而这个大门上写着是JW Ranch 网络信息显示是2019年时候的信息 主人是一位IBM的前高管 我们找不到这个人与赵安吉之间能够联系在一起的关系 第二就是急救人员透露的模糊信息 造成了我没有继续深挖下去 根据巴斯的说法 这个牧场是属于麦康内尔和赵小兰的 也有网友表示 这个牧场的真正主人是麦康内尔 名义上是布雷耶 也就是说麦康内尔是通过布雷耶买下了这座牧场 熟悉中共的朋友呢 对这个做法其实应该不会陌生 很多的中共党官们呢 都是通过自己的亲戚买房 房本上呢 名字也是亲戚的名字 但真正的持有人却是另有其人 就是中共的官员 那老麦是不是也在学中共这一套 自己是真正的房主 房书 名义上却是写的布雷耶呢 因为麦康内尔和赵小兰买房 大家知道那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特别是如果被政治对手注意到了这件事的话 那可能会成为被政治攻击的对象 为了减少麻烦 那么房子呢 挂在布雷耶的名下 挂在这个亿万富翁的名下 可能就会少很多的麻烦 也就是说 让布雷耶替麦康内尔代持房产 布雷耶的英文名字呢 就是James W. Breer 这与大门上的标志JW是吻合的 更有意思的是 与之前IBM的那位前高管的名字 首个字母也相同 所以呢 可能不需要更改 这也可能就是我们在网络上 查不到牧场真正主人的原因 另外有网友向我披露 这个牧场不属于麦康内尔和赵小兰所有 它是布雷耶和赵小兰十家公司之一 布雷耶在戴尔董事会任职多年 爱上了奥斯汀地区 所以在几年前举家搬迁到这里 并开设了一家办公室 不同的信息源透露的信息不同 但是不管这个牧场 究竟是老麦夫妻的呢 还是布雷耶和赵安吉的 我们都可以简单说成是 赵氏家族的 从这里呢也可以推断出 打电话报警的人 虽然还不能具体确定究竟是谁 但很可能就是赵家的某个人 不过呢我更愿意相信 牧场可能是麦康内尔和赵小兰 所拥有的 因为这更可以解释得通几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布兰科县警方和急救中心 都不肯透露牧场主人的信息 为什么急救人员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救援地点 原因就是想隐瞒牧场主人 麦康奈尔和赵小兰的身份 当然了如果是布雷耶和赵安吉 也可以解释得通 但是呢如果是麦康奈尔和赵小兰 更合情合理一些 因为这两个人实在是太敏感了 都是美国想当当的人物 赵小兰曾经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 是川普政府时期的交通部长 而麦康内尔是美国联邦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 那是共和党的大佬 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先回到昨天的问题 就是赵安吉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是许多人关系的问题 我也注意到昨天视频下方 很多网友都在表达不同的观点 有人说是他杀 为什么呢 因为赵安吉家是显赫衣食无忧 找不出他自杀的理由 而且赵安吉本人是个黑寡妇 性格聪慧神秘莫测 另外自杀的方式也有很多 比如像跳楼啊 服毒啊 引弹自尽呢等等 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 自我折磨的方式去自杀呢 但是也有不少人呢 说赵安吉是自杀 比如节目开头 我们就提到的那位 身在香港的网友 他就认为赵安吉是自杀 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不急着下结论 请大家思考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再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 从卡尔巴斯的说法来看 赵安吉的车子速度是很快的 他用了一个猛烈冲过这个词 形容越过障碍物的速度很快 那么赵安吉为什么走得那么急呢 有可能是在他中国新年期间喝过了酒 对吧 这种情况是不能排除的 或者呢 他服务用了其他的兴奋剂 甚至是毒品等等 究竟是哪种情况 目前还在等待警方的这个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会说明一切 大家在想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在深更半夜的时候 启动车子 特别是驾车猛烈越过障碍物的时候 车子一定会发出声音的 在这种地方 白天的时候都是非常安静的 而赵安吉出事的这个时间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声音一定会传得更远 而且呢 赵安吉这个时候离开 显然房子内有人并没有休息 而池塘离房子并不远 外面有一点动静 里面应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赵安吉启动车子 尤其是驾车冲越这个障碍物的声音 屋子里边的人没有听到吗 车子进入池塘的声音应该会更大一些 人们也没有听到吗 第二 就算是屋子里的人 确实没有听到外面有声音 但是这个屋子 大家知道周围它是有监控的 池塘是在监控范围之内的 那么赵安吉的车子 从启动到进入池塘 房间里边的人都没有看到吗 第三 无论是东西房 客人离开的时候 主人通常会起身相送的 我的一位网友在留言中就指出 如果你去你姐姐家晚上离开 你的家人通常应该送你 这是基本的礼貌和礼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赵安吉从离开的那一刻都是在起身相送者的视线之内的 那么现在就需要出现一个问题 他的家人是不是出门相送了呢 第四 如果他的家人是出门相送了 那么赵安吉驾车冲入池塘的时候 家人一定都是亲眼目睹的 如果赵安吉是自杀 那么赵家的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施救 这就很难想象赵安吉会死去 赵家人有没有实救呢 第五 根据卡尔巴斯之前推文透露的信息 赵安吉驾驶的是特斯拉电动车 特斯拉的这种车子封闭性相当好 从落水到沉入水底时间不会太短 另外早在2016年 马斯克在一则推文当中就说过 Model S漂浮能力足以在短时间内 将其变成一艘船 通过车轮旋转可以产生推力 车子还在水面 包括下沉的这个过程当中 赵家的那些人在干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是未解的谜团 后面的内容非常精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但这里请大家稍稍的修整一下 我向您推荐一款特级红茶 很多人担心喝茶后睡不着觉 比如我就是这样 所以以前的晚上我是从来不敢喝茶 但是这款红茶不一样 大家可以放心饮用 这款茶它的原材料 是泰国清脉野生放养的有机新茶 台湾70多岁的老茶师 在精心烘焙揉碾制作的过程中 采用的是一种无氧发酵 这个茶叶产生了一种化学物质 GABA 中文名叫伽玛氨基丁酸 这种物质它不仅不影响人的睡眠 反而是有安定大脑缓解压力的作用 冷泡也好热冲也好都可以 所以喝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这款茶叶价格也不高 两包这样的茶叶300克 只需要88美元 您如果使用我的折扣码 那么享受85这优惠的话 只需要75美元 两包这样的茶叶 如果喝上三个月 平均一天还不到一块钱 蓝莓优品网址就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下面来接着说 赵安吉这个事件诸多的反常 和意外之后的那些事 我们这里请大家注意 就在我们这个 有这么多谜团未解的时候 赵家仁的做法 几乎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赵家仁认为赵安吉的死亡是意外 不需要尸检 而且把车子直接就给了赵安吉的家人 也就是他的丈夫布雷耶 而布雷耶这个人 他也有一个做法 让人很难理解 就是在赵安吉死后的第五天 昨天我们就提到了 2月15号 布雷耶突然发了一个推文 转发了一篇文章 自己的老婆刚刚非正常死亡 一般人在这个时候 都是处于一种哀伤之中 但是布雷耶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还有心思去浏览网站 还推文 昨天节目中 我还分析了一种假设情况 就是赵安吉的车子被人坐了手脚 可能是遭到了远端控制 这种可能性其实也是存在着的 我的一位网友就在留言中表示 特斯拉百分之百是可以被远程操控的 这位网友有过亲身体验 那这样说来 特斯拉应该是庆幸赵家人没有去告 如果赵家人认为车子造成赵安吉的死亡的话 马斯克可能就得持上一次官司 但是赵家人认为赵安吉只是死于意外 也就是说赵家人认为车子没问题 没有被远程操控过 赵家人认为车子没有问题 而又在赵安吉死去的过程当中 表现出诸多的诡异 很明显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总说一句话反常必有妖 这句话大家都清楚 那么这个妖是什么呢 唯一能够解释的可能就是 赵家人知道赵安吉必须得死 只有赵安吉死去 背后所牵涉的一切问题 才可能消失遁形 只有赵安吉死去 赵家人才可能摆脱一切纠缠 所以尽管在疑点太多的情况下 赵家也不得不采取 稀释宁人的做法 即使外界不断地打破砂锅问到底 赵家人也是三尖其口 莫不作声 当然我也相信 赵家人不是主观愿意赵安吉死去 很可能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或许他们认为只有赵安吉死了 才可能摆平背后的一切 那么这个背后的一切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尝试做一些推理 赵安吉倒车猛烈越过障碍物 冲进池塘 如果车子没有被远端控制 那可能就意味着它已经是情绪失控了 情绪失控的原因 可能就像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些 有可能喝了酒了 或者服用了某种兴奋剂 甚至是服用过毒品等等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也容易造成人的情绪突然失控 就是突然发生了某件事 对人形成了巨大的刺激 比如赵安吉离开房子之前 家里可能发生了某种事 引发了争吵 刺激到了赵安吉 之前我分析过赵安吉和布雷耶 与中共的关系 也说过整个赵家与中共的深厚关系 在美国不断围堵中共 中国经济越来越颓败的情况下 中共是有可能以逼死赵安吉的方式 来对整个赵家杀鸡警猴威胁 不要跟中共脱离关系 这里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 因为得到了一些最新的资料和信息 我们都知道刚才也讲到了 服贸集团与中共的关系非常深 无论是赵西成 赵小兰还是赵安吉 都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前人们也都这么说 但是没有具体的消息内容 所以说的相对来说比较泛泛 朋友给我的资料显示 很多年来 赵安吉主长的这个服贸集团 一直在支持中共的造船业 就在今年的上个月 一月份 服贸集团还斥资1.68亿美元 在中国船舶集团总公司 下单订购了4艘载重8万2千吨的 甲醇双燃料散货船 中船集团公司 就是赵安吉曾经任独立董事的 那家中共的军工企业 上世纪80年代末 中国造船业刚刚起步 海外订单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赵西成的服贸集团就多次 大规模的购买中共制造的船舶 其中2002年 赵西成一次性就从中国订购了 12艘17.5万吨的大型货轮 后续又增订了多艘 20.6万吨的同类型货船 2006年11月10日 中共国资委官网 专转载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文章表示 从2002年到2006年的4年时间当中 服贸集团就像中船集团 订购货船的总吨位 超过了140万吨载重量 这是中共对美国船舶出口的最大用户 服贸集团的动作 对中共船舶走向国际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且时任服贸集团董事长的赵西成 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次牵头 为中共造船业介绍海外的客户 后来到了赵安吉 接贴了他父亲赵西成 出任服贸集团董事长之后 与中共的业务往来 那就更加密切了 大陆媒体新浪财经指出 赵安吉秉承他父亲的志愿 努力做好东西方的沟通桥梁 他几乎每隔两个月 就往返于中美之间 另外我有一位非常熟识的朋友 他的一位家人就是 中国远洋集团的职工 这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 据那位家人说 服贸集团给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订单 占了中船集团订单的六成 这些最新的信息和数据 可以让我们看出 服贸集团对中共的重要性 因为服贸集团一直都在给中共输血 在扶植中共这个魔鬼的壮大和成长 可以说服贸集团就是中共 在美国捞金的耙子 输血的机器 对这个服贸集团 中共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失去 我跟大家提到过 卡尔巴斯在推文中先后两次指出 赵安吉是中共高级党员 巴斯两次点到这一点 其实就是在暗示 赵安吉是中共安插在美国的间谍和特务 只不过的巴斯没有说的这么直接而已 现在的美中关系 虽然美中之间没有完全对抗 但美国在打击中共间谍这方面 我们看到力度是非常之大 因为美国切切实实的感觉到了中共的威胁 感受到了国家安全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了 所以在一步步的清洗 在美国的那些中共间谍要清除这些毒瘤 美国对中共间谍的打击 会不会让赵安吉感到了不安全呢 换句话说 赵安吉会不会被美国盯上了呢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位网友在我视频下面的留言 网友在留言中说 请从IDG资本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这一角度考虑 布雷耶停止投资 说明五角大楼已经注意到他 那也必然注意到了赵安吉 甚至已经掌握了一些赵安吉的证据 所以会有一种说法 说他是中共的高级党员 其实就是高级间谍 他的行为很可能已构成叛国罪 网友继续写道 接下来赵安吉可能面临被美国国防部调查 甚至拘捕 这就涉及到了赵家的两位大人物 赵小兰和麦康奈尔 赵安吉与中共的交易中 有多少事情涉及这两人 如何撇清赵安吉与赵小兰和麦康奈尔的关系 这是赵安吉与这两人要周密商讨的内容 所以当晚在农场 赵安吉可能就是与赵小兰和麦康奈尔在商讨这些对策 甚至布雷耶也可能在场 网友分析认为赵安吉的想法 很可能与赵小兰和麦康奈尔的想法有很大出入 赵安吉很可能被劝牺牲自己而保住家族 比如逃亡或者假死 这都会让他永远离开这个大家庭 这也会导致赵安吉感到被出卖甚至绝望 从而想一死了之 最后赵安吉一怒之下开车冲入池塘 并且自己主动打开了车窗让水流入 网友补充到现场的录像中很可能会看到 赵小兰和麦康奈尔是看着车慢慢沉入水中的 这就是为什么警察排除他杀的原因 听过了这些听过了网友的这些分析 大家认为赵安吉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当然了我们这只是分析和推理 真正的结论还得需要官方给出说法 但是官方最终的说法能不能说服公众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不管官方最终如何定性赵安吉的死亡 其实都可以看出他的死亡跟中共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不一定是中共直接下的手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跟中共扯上关系的最终结果都不好 正如一位网友在留言中这么写道 与中共勾兑没有好下场 赚了钱丢了命 这是小学算术题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节目在干净世界和油管都有播出 也希望您到干净世界来关注新闻看点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蓝维优品 这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有多种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保乐亚粉等等 这些NATROMIA的系列产品 还有各种化妆品 比如说雅士兰带小冬瓶 KG五件套 还有雪花秀等等 还有各种的茶叶 茶具 各种保健品等等 非常多 所有的商品 我们可以跟您说 都是正品保真 而且价格是全网推低 希望大家把网址保存下来 也记住我给您的折扣码 XWKD 以后您购物不仅方便 还可以买到 物美价廉的保真商品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